第28题,请问下列关于面镜的叙述,哪些是正确的? 假,学校楼梯间的穿衣镜是平面镜,这个是对的,穿衣镜是平面镜 以,道路转弯处所设的反射镜凹面镜是错的,因为我希望那可视范围能够变大 所以虽然影像会变小一点,但是可视范围会大,所以我们用的是凸面镜 丙,修士仪容得禁止凸面镜错,是凹面镜,因为我希望它有一些放大的效果 让我们能够更看得清楚脸上的情况,所以它是凹面镜而不是凸面镜 所以我们正确的答案只有假 第28题问我们说,请问下列关于面镜的叙述,哪些是正确的? 我们答案选的是A,假